現在政府是在監聽監看我們民間的通訊 這是私人信件的電子郵件 怎麼會跑到媒體上面去 台灣人讀不懂英文 那個標題跟信件的內容也不一樣 轟擊國家機器出動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開闢疫苗戰場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送暖 從臉書先參戰 柯文哲先提到2021年 郭台銘台積電跟慈濟幫政府解決迫切危機 並回憶自己在北市府時也想採購疫苗 因為中央說法打消念頭 政府有沒有阻擋BNT 真相只有一個 迎來郭台銘感謝他仗義直言 難道是為合作埋伏筆 平常沒事也是朋友 所以不用想太多 留一個言有什麼 百分之九十九年就有可能會參選到底 再加兩個九九 九十九點九九九九 王世堅不要跑 吞去不求 聲援郭台銘無關結盟 客聞著重申選到底 但這一波黨疫苗大戰 確實助郭台銘聲量海放各對手 我每天都被邊緣化 每一次來到這裡對兩岸一家親的理念 都會留下深刻的印象 你支持兩岸一家親嗎 我支持兩岸一家親嗎 就連在跟郭台銘搶國民黨2024門票的新北市長侯友宜也只能在議會天天被拷問兩岸提 而黨疫苗成為事實 政府應該要很慚愧謙卑的道歉 要很謙卑的反省 而不是在那邊狡辯 黨疫苗衝高郭台銘聲勢 被困在議會的侯友宜沒多大發揮空間 柯文哲則用百分之零點零零零零零一的變數 換取自己最大的曝光度 TVBS新聞小明正程序域 江明和禮品葉豐瑋SN小組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